今天呢,一早醒來呢,我的心情就特別的興奮啦 因為呢,我們今天就是打算拍新家完成2.0 我已經嗅到那個豬卡丑了,那個味道了,就是豬腳豬香味 6.9點,很像大塊的肉耶 一咬就斷,超級大雞腿 小青蘭,出七八三塊 大家好,我是Anticus 今天呢,一早醒來呢,我的心情就特別的興奮啦 因為呢,我們今天就是打算拍新家完成2.0 打算呢,在我們的新家附近呢,出去尋找更多美食 因為上次我們就是有拍一集,行走5公里新家尋找美食的時候呢 超多當地人哦 在下面就是給我們介紹,其實這邊附近呢,有很多我們還沒有發現的美食哦 今天這集呢,我們主要就是跟著我們下面的留言去探索這些美食啦 所以我就是特地造型,就是怕阿滴睡魔龍 現在就是要去叫他洗床 阿滴 我敲過門了,所以可以進去 下來了 有臉很不感念哦 吃東西了啦,下去拍片了 阿滴賴床的期間呢,我覺得他應該會賴很久的床啊 所以我應該是要找一點早餐,墊著我的肚子先 還剩這個我最愛的生日蛋糕 我應該會切一片來當作我的早餐先啦 不然等阿滴,我應該是會餓死啦 哇,這快刺激了哦 等你啊,牛肉需要吃 我又有醜了唄,我要去洗澡 我要去洗澡啦,所以各位 等我們吃飽,我們就去開始今天的 完成2.0啦,掰掰 OK,所以現在我們就是去這我們的第一餐啦 但是去之前呢,我們要謝謝那些很用心在我們頻道下面留言的觀眾 有些還寫到像作文這樣長而已,也是有很多個 希望你們沒有騙我們啊 哈哈哈哈 所以呢,我們現在去這的就是叫一個 TOM YAM KONG的店 那邊是吃TOM YAM MEE的 因為TOM YAM KONG就是吃TOM YAM MEE的啦 然後他們講那邊的食物就是料多又便宜,而且老闆娘人很好 也講食物很好吃,很值得一試 其實他就是在我們的樓下罷了 之前我們走路有經過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那邊拍給大家看 我們已經到了,就是我們的身後這家 TOM YAM KONG 可是我已經口頭吃過了啦 是真正的吃貨,OK? 阿滴就沒有阿滴 老闆,你給我一個TOM YAM肉料的豬炸 豬炸和豬炸 所以我們已經點完我們的食物了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菜單 它是很多的東西吃的 TOM YAM的哈 芋頭飯什麼都有 其實它還是有自選料的給你們看 這是它的自選料器 但是我們就是為了方便啦 我們就直接點那種SET的 期待啦大家 我已經嗅到那個DUCATO的味道了 就豬炸豬香味 是我們的DUCATO好香的 滿滿一袋 滿載的 走 第一家TOM YAM 外加一個豬炸醋 來我可以講 豬炸醋是最香的 我嗅到我媽媽煮的那種味道 可是我媽媽很久沒有煮了 因為她 不卡抽很多功 所以這個是我第二次吃這家TOM YAM 阿滴是第一次 來你吃看你覺得怎樣 這個阿湯你看看 它比較甜的 對它是屬於甜甜的TOM YAM 你要講它酸它並不酸 可是對我來講是ok的 因為太辣的吼 我又不斷忍了 可是它這個是有辣的 它不是完全沒有辣的吼 它辣的人吃的話還是會覺得辣的 所以我叫這碗吼它是豬肉料的 我叫的是該叫錯 豬內湯的 其實是我的失誤 因為我一直想著 豬肉跟炸魚的 可是不知道這麼order的時候 我就變成 豬內湯跟豬肉 所以阿滴幫我頂掉豬內湯 可是這個豬肝我沒有吃 我沒有吃太口了 你吃看 是它的豬肉 味道還是剛剛好 所以這個TOM YAMM 是讓人那種 試了一次會再 visit 第二次的那種TOM YAMMM 它是everything剛剛好咯 但是如果你要講 哇最好吃的TOM YAMMM 又不至於 我覺得是ok的 要不浪費時間了 我們要吃DUKATCHO 先喝一口DUKATCHO的醬 怎麼咧 不會太鹹咩 不會哦媽媽煮 我也是知道哪裡喝 對不起我已經看到最好料的那一半了 就是有那個味道 酸酸 油餐肉 哇這個是最飽滿的 最好吃的那塊給你 哇我這個塊更好料 哇這樣大塊 會很便宜耶這個東西 6塊9給這樣大塊的肉 哇很嫩咯 一咬就斷 你看它裡面真嫩 它TOM YAMMM 好吃過它的TOM YAMMM 我會特地去吃這家店的TOM YAMMM 來配飯耶 不好餐了上癮了上癮了 太肥也不會膩耶 肥瘦適中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各位 我們先開動了啦 吃完這餐 我們再去找第二餐 讓觀眾介紹的 完成 這餐算是吃到很過癮了 因為都是很中口味 但是我覺得它有把我們的胃口打開耶 會嗎 因為它是兩個都是酸的東西 所以融到現在更想吃東西 所以我們應該休息一下 我們就會再去外面找第二餐了啦 走喔 等你去 走喔 罵乾淨你就走 喔喔 喔喔 OK啦 OK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吃這我們的第二餐 其實我們已經到它的外面了啦 該第一餐就是 是有一個叫做 Lai Chin Hong的 玩友推薦的 叫一間 這邊它有出名的是 乾的肉骨茶 它有講特別是乾的肉骨茶 很好吃 然後它講它老闆娘是 泰國人 這邊也是有 Dom Yami 可是剛才Dom Yami我們已經吃了嘛 所以我們這餐就決定吃 Bakute 我們要肉骨茶餐的這餐 有什麼嗎 小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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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也是介紹我們蠻多的東西啦 Bakute 他們在煮著 戴著口罩都可以修得到 好香喔 好耶 還多買兩瓣子 包我Bbang Let's go回家吃 香 它很多 很多料我 嘟 哇 很多很多 很多料我 - 干的麦克爹 - 干的麦克爹 - 干的麦克爹 - 其实我们还是有另外叫这个的 - 半肺肚干 - 鱼头饭 - 所以这餐的奖真的很丰盛 -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它也不便宜 - 这餐我们试了66块 但是以我们叫的料来讲是非常合理的 我看到满满的肉,其实还是ok的 肉眼看着它的Bakute的汤头呢,感觉是getget的 OK,pass,它的Bakute 我以为它请单 再来,我最期待的来,就是干的 因为我们两个不太有吃内脏 所以这个Bakute我们就是没有内脏了 所以它这个是干Bakute的排骨 所以我手上的是它里面就有放那种羊角豆的菜啊,跟一些肉酥啊 香 香啊 它有那个乳糊的味道 蛮香的,因为它有放那种干的那个 很像我们的大三角的那种味道 就是它有接近到,所以我觉得好吃 但是味道来讲,我觉得很ok 可以它的杂配饭看 配饭来讲,就是我很喜欢的烧 我喜欢它的饭比较软一点 我们就是还有叫了一碗油渣粿 正过烫的油渣粿 我知道这个油渣粿 阿金应该不喜欢的 太暖了 它有一种油味的吗 反正是我喜欢油味的 所以它辣椒了 这个就是Bakute的灵魂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你不要跟我讲应该是Bakute 我拿一个Bakute,沾沾看 叠料该有的味道啊 看味肉干 口感那么好吃啊 如果你让我选的话 我自己会更爱干的Bakute 可是因为好像缺一不可 你又需要另外一边的汤 刚刚有吃完一个钟吗 这一点太饱了 它的料太多 真的 我觉得我该要苏息一下才可以 继续去探索观众们的美食 所以距离旁晚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多下见到各位 所以休息了一阵子呢 讲真的肚子还是很饱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去找一点下午茶跟小吃 就有这个网友叫做7R 他就介绍了一大堆食物 然后我在里面我看中他介绍的那个油渣粿 应该是蛮适合做下午茶啦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找他来吃啦 所以刚才就是看到这一点油条啦 油条一个跟这个一个 所以我们就先试油条先吧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 我很薄 哇 哇 哦好酷哦 还有多一个东西来 我通常如果有是有杂贵 我通常会叫是一个 我很少 跟下鲜 哈哈哈哈 恐怖 这个我又比较喜欢 啊 这个啊 这个很烧耶 可是它干燥了吧 我也很推荐这个 吃完我手上这个呢 我现在去找饮料 我们的饮料也是非同小可来 Ewan Chok的观众介绍我们喝的豆水 他讲超大包超好喝哦 他讲那边是有四种不同口味的豆花啦 他讲大腿大腿 所以我们现在去找豆水跟豆花喝 豆水完了 我们很倒霉 因为它的豆水完了 生豆花 生豆花也好啦 三种口味 Kok的 Honey Dew的 跟Banda的 等一下一个拿一个啦 一个拿一个去啦 三个啦 三个 登登 还有一个 我要Banda的 我第一次看到 嗯 哇 一个放很多Banda的 我不来以为是微微的Banda味 你知道是很重的Banda味 白糖味道不太吃到 可是这个Banda是很重的 这个三块 三块吗 OK 它豆花是很嫩的啊 口感 而且它不会那种碎碎的 来 下一个味道 普通的就是 普通的就是 百色鹅肉好了 没有味道去啦 真的是没有味道 因为我们吃Banda的 不是没有味道很淡 可是还是很冰凉很凉爽的 你知道吗 吃下去 虽然喝不到豆水 可是吃这个我会很开心 来 现在你放这些人给我吃 开Honey Dew的 有味道很重 爱Honey Dew的人是可以吃的啦 可是我对Honey Dew这个东西还好的 我个人是Bandaan饭 所以是Bandaan的口味比较适合我 但是这家店的豆花 我觉得CP值很OK 便宜 好吃 过瘾 我们现在就是等待晚餐的来临啦 现在还有一点饱 晚餐是一个大重点 是一个很多很多很多 观众推荐我们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往上台去买了啦 你看这个阿迪哥吃不够啊 又跑过去打爆 老蕾汤吃到死了 晚餐呢 我们就是决定走路去吃辣 来消化一下 所以我们去吃的一个地方 是叫做 Manga大排档的 那边有卖很多很多的食物 观众主要跟我们讲 那边的是 大多数人推的是炸鸡 讲炸鸡是一定要吃的 我觉得我是炸鸡控啦 所以我应该是选炸鸡来吃吧 你要什么 我炸鸡啦 我炸鸡通 加辣鸡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吃啦 是因为有点太饱了 来 这里就是Manga 很多当头的地方 在没有开 那你要吃什么 还有一个人推荐的是肉干面包 这里有关注鸡店肉干 炸鸡在那边走 让我们去炸鸡先 对啊 价钱是在这里啦 看一下 非常便宜的 所以我觉得还算蛮合理的 他大腿在八块 炸鸡的炸鸡跟 炸鸡肉 我是觉得很合理啦 来 我吃到大腿 所以已经买好我的炸鸡了 现在去买阿弟的八块面包 我要肉干面包 两个 好 好 好 我们回来了 晚餐时间大了 我很期待我的这个炸鸡 八块 Lotti 我很想吃很久 因为我最近一直找不到它 这个很难找 很难找 其实很少 可能我们也睡迟 你知道吗 它都是早上卖的 来啦 这个炸鸡给你们见识一下 超级大鸡腿 现在给人看啦 八块面包 你只能吃 很美味 很咸 像面包啦 你老了 为什么我会觉得咸 老人不能吃太咸 是不是很juicy的 有点油花那样 我是嫌它的料有一点少啦 可能我比较习惯吃肉酥的 我比较喜欢吃肉酥的 肉干的话 它看有肉酥吗 我们没有看到咯 酱 你比较看的辣椒酱 我比较喜欢的辣椒酱 可以接下来做一个总结的 我们今天猜划了113令吉块1 ok啦 很合理啦 那个Bakute 66了 就是那个Bakute 给我们保 保到我们 除了不下更多东西 所以接下来其实还是有更多东西 Explore的啦 大家还有什么更好吃的 你们也是可以在下面介绍我们吃不得 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是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 订阅 按照 分享 还有打开一下铃铛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了啦 拜拜 估计推 盖杯啊你